車頭 車頭的部分呢 它是採用LED的大燈 然後下面有物端組 自行燈 然後 冰黑的顯像護照 那我們現在輪胎呢 它是配置21557的鋁合金原廠胎 然後我們有配置這個 iKey的話是一鍵上鎖 然後 伸手摸門開鎖功能 HRV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後座是從上面開啟的 然後我們介紹一下 後面車尾道的部分 它是採用LED的封鎖 後尾燈 再來呢 造車雷達的部分 它是採用四眼的 我們這個尾門的部分呢 有另外加裝的電動模組 然後開啟到它變成一樣是電動模式 氣壓式的電動尾門 是加裝的 再來呢 本來是一個黑色蓋子 然後車 我們現在是把它改成是有日行燈的部分 你在夜間的時候照明會比較清楚 剛打開後這箱的時候 再來在上面有一個平板 底下的話呢 就是一樣這樣子 就是有置物空間 板子都可以拿起來的 椅背的部分呢 它 是做清掃的話 就是做這邊的開關 可以做清掃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方向盤上面的功能 這個是可以做那個 音響主機切換的模式 還有功能鍵 這個是頂規板的 B.8S高頂階板 它所以有配這個快撥的部分 再來呢 右手邊是電速模組 它一樣是有安全氣能 這邊是藍牙接收的部分 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中央控制台要設定功能的部分 我們這樣按切換功能的話 它就會形式在上面 這樣 那我們現在 總里程行駛的公里數是38,374公里 再來呢 它有配置的這個安卓系統 它一樣是可以造車 有影響 冷氣的部分呢 它是配置觸控式的 恆溫空調 只要按AUTO 都是用觸摸式的 它會顯示 再來呢 它這個是配置電子手煞車 中間 有那個置背架的部分 它有這個上蓋 然後你就把它翻起來 它就變成一個置背架 比較深深的插槽 底下 它還有一個隱藏的空間 這邊是USB的插槽 然後右邊的話呢 就是檢驗器 主手的部分呢 它是可以做 收納的空間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是可以做伸縮的 有一點小小伸縮 這樣子 兩節式的 這個部分呢 這是空氣清淨機 這都是另外選配加裝的 按中間按一下它有亮起來 它感覺它是有用 像是後面有在做空氣清淨的功能 在這個部分呢 它這個是有防滑差速器關閉的功能 然後它這個是電動尾門的按鍵開關 這個是拆壓偵測器的部分 全車採黑色皮革座椅 後方部分 有這個配置USB的充電插槽 在後座的位置 椅子的部分 它是有設置這個 ISO-FIT的功能 要加裝額頭座椅 然後是比較方便的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引擎的部分 它是採用自然進氣1.8的引擎 那我們這一台車子呢 它是2018年 HONDA HR-V 1800CC 我是成大汽車吳成龍 今天為你介紹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歡迎點閱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謝謝 實在就是SUM